好的 欢迎大家观看由pinglab出品的webshot从入门到尽头这些视频教程 那么我是pinglab的陈云娇老师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教大家呢 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个 抓包的一个图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吧 那么呢 我做了一张图片 那么把整个呢 我们这个webshot这个主界面 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这一个呢 页面呢 我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从他的一个 这个视图 布局来讲的话呢 应该实际上是有八个小块的 那么应该从上到下呢 应该是有从标题栏 菜单栏 工具栏 过滤栏 列表 日解栏等等 这样来分配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不同区域 它的大概的功能用来干嘛的 那么例如第一块 我标环色的这一块 那么最上面的这一栏呢 我们把它叫标题栏 这个取决你 修改的一个名字 那默默圈下来的话呢 它是你 自己的一个无线网卡的一个名字 例如我是设为wlan 就是无线网卡的名字 那当你保存完了之后呢 这个名字呢 就成为你续包的一个名字 这个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吧 我觉得 然后呢 第二块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 主菜单栏 那么的话呢 我们后续 玩这个webs的一个进阶 调试的时候 那么一本基本上就要看到这个界面 那么 第三栏的话呢 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什么工具栏 或者像是有 快捷方式栏吧 然后呢 第四栏 这一块的话呢 有个field 这个像是一个过滤栏 那么就是说 例如那我要 要过滤某一个协议ARP啊 网页HTP啊 ICMPTCP等等 那么可以在这里输一个协议 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个 过滤的一些语法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过滤出你要特定 要看的一些信息 这是我们过滤栏里面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例如栏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栏目了 这像五六七这三呢 而这 几栏是真正跟续包挂钩的 就是这 五六七这三块 那么的话呢 第一块的话呢 这一块 我们第五个区 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把它叫 数据包列表区 什么叫列表区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里呢 像每一横 他从这里来看是有一个包围一横 这样子列下来 是吧 每一横的话呢 像呢 就是一个数据包 例如呢 119.97.189.188 发给什么1.100 什么语言到目的地 什么时间点 然后呢 通过哪个协议 发了哪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第五这个 列表区 续包列表区呢 给大家展示的 一个实时的一个流量显示过程 然后呢 你用鼠标准去点击这些 某一某一个续包的时候呢 那么会出现在第六栏里面呢 会有个 详细的对这个续包的一个解读 那么这个解包过程的话 实际上就是 WhatsApp 最强大的一个图形 解包能力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议支持能力了 那么的话呢 好的或者坏的一个软件 实际上 很多时候就是去看第六栏 看一下它的解包能力 它的解读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WhatsApp因为它 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 所以它的一个序域格式支持应该说是目前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在软件里面 算最完善吧 我个人觉得 那么的话呢 这一块呢 我们后续还要专门来研究 主要在第二部分里面去研究 就是不同协议的一个实战内容 然后的话呢 第七块呢 大家有时候在看书本的话呢 会看到 就说 我们点击呢 这里每 我们去研究 这里的 例如呢 IP字节啊 或者什么 端口的一个字节啊 那么特定的某个字段或字节的话呢 它的一个长度大小 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叫 续包的一个什么 日节区 来研究了 到底有多少长度 我们可以通过二进制的16进制的方式来查看 最后一块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续包统计区 那么这个区呢 告诉你说我们总共 所抓到的这个包 抓了多少个 抓了多少个包 这里显示有三万六千多个包 那到底有多大 有多少个日节 例如呢 有一千多个日节 这两个是不同单位 一个是多少个 然后这么多个包加起来 有这一个一千多个日节 然后呢 你有显示多少个包出来了 然后并且呢 你丢掉多个包 还有你梦梦的用的一个策略是什么样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这边介绍的 那么啊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这个续包的一个过程吧 来看一下吧 那么这里面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就是包括菜单啊工具栏里面 我们后续会用到的 在进阶调试里面 接下来会用到的 例如呢 这一个 文件 菜单栏里面 现在就 打开啊 然后呢 近期打开文件 合并 然后呢保存 另存 导出为特殊的文件 导出为Excel能支持的格式等等 这些都是在文件操作里面去做的 然后呢编辑 这是我们的编辑菜单栏里面呢 主要我们可以 找一个特定的包 对续包进行一个标志 可以设置一个时间参考信息 这是 还有做一个什么首选项 这是编辑这里面 我们要去 玩的一些东西 然后试图界面的话 现在就是主要调整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界面 这是这个菜单要告诉我们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go这个菜单栏里面有什么太大意思 我觉得capture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一个呢 除了拿给我们的一个网卡选 还有就是他的一个抓包opt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话题我们在后面会讨论 因为里面它涉及到一个叫 捕获或者抓包过滤器的一个东西 那么就在这里玩的 ok 那么的话呢 这是我们的抓包栏 然后这是分析栏分析栏里面的话呢 主要有两个吧 我个人觉得就是 第一块呢 就是一个 显示过滤器 像就是这个 有点类似这里的过滤器 只不过呢 这里一个过滤器 他把它 拿出来 就是分析栏这一块 主要是有显示过滤器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流追踪 还有一个就是流追踪 我们流TCP UDP的流 然后呢 这些前面的这些按钮呢 都比较简单 比较花心去 去折腾 或者算有点 记录含量 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个 统计栏 这个是统计的意思 那么它有整个 续包的一种信息 绘画选项 节点 节点统计 IO图 流量图 那么还有什么 绘画列表等等 那么这一块内容的话呢 可以做出很多报表出来 就是一些图形 图理 就是在这里做的 那么当然我们的 VS也能够支持 这个 语音流量的一个 功能 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具 还有一些 帮助页面 所以我们主要玩的 应该是前面的文件 编辑 字图 抓包 分析 统计 主要是这么几个按钮吧 这是我们菜单里面的东西 然后其余的这些什么工具 无非就是它这里的一些 怎么说呢 基本的一个快捷方式吧 有列出你的一个网卡出来 查看你的一个借口选项 是吧这些都是一些快捷的一些方式 启动 停止 重置 然后的话打开 这些大家应该可以很容易去看得懂的 然后着色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规则 那么呢 放大放小这些的话都是这些快捷栏吗 个人觉得 不过这些快捷栏的话呢 像它 把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 按钮都做出来 我觉得这块还做的蛮好的 就是确实这是我们常用去调的一些 界面 然后呢这是一个过滤幅 过滤幅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过滤我们 要看到的一些协议 那么这块呢 我们后面呢 会给大家更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 HTP 或其他协议 OK 那么这个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 我们叫数据包列表界面 大家左边会看到一个时间流 大概的一个时间是怎么去 去走的 他梦想一下从零秒开始 0.00的一个 时间 然后呢 因为那这里我就抓到了45秒 抓了45秒的一个流量出来 然后呢 每一个时间值 大概的在什么时候 谁发给谁 用哪个协议 发了哪些信息 他全部标出来了 那么大家呢 看我在点击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们看到 底下的这一个叫详细数据 数据区域的话呢 会在不断变动 因为我点一个DNS 那么这里就显示DNS 点击HTP 那很明显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 在上面这个 去包列表区所点的每一个包 那么这个详细区域呢 会把这些东西呢 做一个数据读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们后续啊就是 这两个界面的话 一直要结合看的 就是你要选哪个包 分析里面哪个字段 只有这我们来玩 这就是这一块的一个配合使用了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双击它 然后去弹出整个界面出来 去做分析 想要我个人 想我不太喜欢这种双击的做法 一般还是点击 然后直接在这个界面 这样脱爪去看 这样我就知道这个包 在这个时间轴里面的大概哪个位置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方式 然后 底下的话呢 这一块内容是一个比特区 16进制和2进制的 你可以去看到 6呢 什么IP头部啊 6呢你可以去看它的一个什么 大家也知道我们学IP地址 IP地址有32比特位嘛 是不是32比特呢 以前只在原理上面了 你去抓一下包 确确实实就是 32比特位 所以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一个我们的一个 日段 这个什么 比特区域 那么呢去看到更详细的一些 关于这些字段的一些信息 OK 那么最底下这一栏的话呢 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序包的一个一些解读信息啊 这些的 总共有多个包之类的 那么的话呢 这就是整一个 对Rash 这个工具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界面的一个介绍了 那么之后呢 大家呢有了一个安装入门 是吧 大家现在已经了解的这个软件 总结一下 知道了抓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知道了 怎么去安装 然后呢 什么去做一个快速抓包 并且的装包说呢 你要对整个界面有个基本了解 那我觉得大家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那么我们才能说进入一个进阶的一些 调试界面了 OK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 安装入门 这一块内容的一个 录像